剛剛過去的星期日,紐約陽光充足,氣候舒適,最高氣溫達到71度, 但夜間有一股冷風襲擊該地區。 星期一早高風期間,部分地區有震雨,但到了下午,天氣逐漸放晴,最高氣溫70多度。 從星期二開始持續到今個星期盛餘時間,空氣乾燥涼爽,氣溫變化明顯, 最高氣溫將下降至60多度。星期三、星期四的早晨氣溫可能降至40多度, 在城市北部和西部地區甚至可能降至30多度。 到星期六,氣溫將回升至70多度,並持續保持晴朗。 天雅衛視的者編輯報導